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赶紧带你来看到现在拜登放大绝了 到底为什么出手呢 对中国这一招砍下去很深啊 我们来看到他针对中国 新台币5800多亿的商品要加征关税 而且特别就是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预告的 很可能就是电动车 就是太阳能商品 就是电池 刚刚好就是之前看到财政部长叶伦 到中国去了一轮警告的那些 你们都太便宜了 产量过剩了 影响了我们台美国的一些企业了 好了这一回我们看到这一刀砍下 钢铁跟铝的一个关税 直接double往上 本来7.5%的 现在要提高到25%了 然后最重要的我们要带你来看到 EV就是电动车 关税从现在25% 一口气提高到关税百分百了 另外我们看到太阳能电池 这也是一直美国都说你们就是请销 你们就是补贴 就是太阳能电池 25%的关税现在也翻倍提高到50%了 好了这一提高关税 这就是大绝招吗 中国马上就跳脚了 为什么在此时此刻突然间的把电动车的整个关税提高到百分百呢 拜登在想什么 问世聪哥 对没错 实际上这个拜登的作为来说 还是延续之前川普的这个关税的这个战法 那只是说当时的这个川普是集体的把它往上升 那拜登他的做法 其实他有点 我们知道之前曾经他们提出一个所谓小院高强的理论 就是说我们要选一些特定的这个项目 用这样的方式来阻止中国的这个崛起 因为毕竟你全面打劫的时候 其实也对美国的消费者 其实也是某些程度的惩罚 所以你看其实拜登这次的这个做法 他针对非常多项的产品 当然这都有一些特定的这个特定的这个原因 那但是他说什么 他说中国大量的这个补贴生产 然后强迫外国的业者的技术移转 他说这是不公平的经济行为 他说是作弊 好那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呢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五年来 也就是说约莫是这个从川普的后期一直到现在为止 然后打贸易战之后 你可以看中国跟美国的贸易 你要说有好像比较脱钩吗 其实没有 还是非常的紧密的交参在一起 你可以看到贸易总额来说 从五千四百多亿 五千八 然后五千七七千五六千多 其实并没有减少太多的一个状况 还增加 对那尤其是中国对美国的最后一项 这个红字的部分 贸易顺差 你看贸易顺差还是维持在这个 四千亿三千多亿的这个数字 所以为什么拜登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出手 因为第一个 我呢要让这个美国人呢 能够这个看到的这个贸易顺差 不会那么大 第二个你看 他针对的特别产品 第一个电动车 电动车半导体 太阳能还有电子 这几个本来就是美国一直在讲的 好 那为什么美国会在这个时候 对这些产品出众手呢 因为很简单的一个状况 因为美国自己本身也有这些产业 就过去一段时间 他终于尝到了 我们过去我们LCD 跟这些很多LED 怎么被中国凌虐 他现在尝到一样的状况 中国也是用大量的补贴 然后狂生产 现在也打得你看特斯大被打成什么样子 对 那美国还有很多 GM福特他们有电动车 对不对 那怎么办 所以于是他们就说 从2024年来说的话 关税从25%就调到100% 用这样的话 禁止你中国电动车来到 来到我美国 你要说这个 这个产品 有没有选举的原因 当然有啊 车子的那些州 密西根州底特的这些 对啊 这个当然是 都是票啊 对当然是票 所以当然要这样打 另外一个半导体 我现在鼓励我们美国的厂商 回到美国来投资 结果你用低价请销进来 那我不是打水漂吗 所以半导体也要 对我也要 那太阳灵电池一样嘛 就是这跟电动车都是类似的 锂电池也是一样的这个状况 你看都从25到50 那甚至从7.5到25% 那电动车是从2024年起 然后非电动车是从 2026年起 锂电池的这个部分 好那另外一个 特定的这个钢驴产品 也是一样啊 你看2024年7.5到25% 为什么 我们到钢驴这些产品 我们曾经说过 这个川普能够获胜 有一个原因 说明美国的铁锈带 铁锈带过去生产什么 铁驴那些啊 所以它也是一样 为了选票嘛 另外一个 货柜桥市这个起重机 他们之前曾经有 这个调查过一个 叫振华重工嘛 那振华本来 这个我觉得这个产品来说 就真的比较有所谓 国安意味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货柜起重机的时候 你知道说我美国军舰 在补给嘛 那你知道我的贸易数字 这个的确是这样 那另外一个是医疗产品 医疗产品来说 从2024年 从0到50%不等 医疗产品也是美国 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 所以其实我觉得 它某些这个部分来说 我们可以把它视为说 是它选举策略的一环 当然这也跟他们国家利益 两个是互相重叠的 好 那这个对台湾来说 到底有没有好处 我觉得当然某些部分来说 有机会会获得一些 所谓的转单的效应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美国会对 电池这个项目 因为日经有做一个新闻 有做一个图表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它对比的是 2021年跟2025年的 整体的这个产值的这个状况 大家可以看到说 其实日本2021年 2025年 你看他们的产值 大概约莫是100多 那这个你看中国 中国已经暴增到 1200 几乎是这个日本的 几倍 十倍以上 那你看以韩国来说的话 你看韩国的这个产能 也跟中国都有非常大的差距 对不对 那你看欧洲也是一样 所以也就是说 在未来的这个市占率 里面来说话 中国可能会囊括到 过半以上的这个 电池的这个市占率 那如果在这么大的 这个市占率之下 它对电动车的发展 就具有非常重要的 话语权 电池都是我生产的 那电动车的这个整个 这个框架里面来说话 电池大概占到它 生产成本的三分之一 如果我可以决定到 电池的价格的高低 甚至可以决定到 电池的品质的好坏的时候 那我对电动车 当然有这个话语圈 所以我不只是制裁你的 这个电动车 我还连电池 我都一并出手 因为大家就在好奇说 现在美国根本就没有 什么中国电动车 所以它现在要制裁是电池 对 没错 所以就等于是 它这一系列的上下游的供应链 我都要制裁你 我不能让你在电动车领域里面 获得优奸 为什么 因为其实 车子来说 对各国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 对日本如此 对欧洲如此 对美国如此 所以这个帮 当然有这个所谓 这个所谓选战的考量 但是会不会太迟了 因为现在你看 已经是压倒性比例的 对 我觉得是有点迟 但是再不做的话 可能会更慢 就来不及了 所以一定要这样做 好 那你说对台湾有没有转弹 当然有啦 我觉得但是转弹效应 不会很明显 比如说像半导体 当然会有这个华邦跟望虹 他们两个比较做成熟制成的 另外太阳能来说 援金跟帽地 但是因为价格不太容易 大幅的攀升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台湾 当然有这个转弹 但是转弹效应 不会比大家想象中要大 另外一个就是中国 还是会想办法 事实上这一次我们华为不是 华为不是发表了一个 新的这个手机吗 那很多人就说 美国要想办法让它去美化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说 其实华为并没有公布 很多它自己的供应链的问题 相关的这个讯息 但是美国都知道说 你应该是找到 非常多替代的这个供应链 所以但是它不会让它曝光 所以其实目前为止来说 中美的贸易战 已经进入了另外一波 就是说现在可能美国 会在下一波是 持续的关税战 会在不论是拜登 或者是说如果川普在当选的话 应该还是会用 关税战继续对付中国 对这个关税战 当然就是这个 整个效应会非常深远 像当初大家还记得 贸易战开始的时候 川普他的一个关税壁垒 很多人就讲说 川普你怎么会没有商业头脑 因为你关税一实施下去 其实伤害的 你会反噬到自己美国 你看他的消费变得很贵 他东西都变贵 于是乎我们来看 同样担忧来了 拜登这回电动车百分百关税 然后川普说我不能输你 我百分两百好不好 我更厉害 但是对于这个拜登像这样 一出手 马上我们看到了很多 G7就很担心了 说这关税战一来 哇不得了 整个世界又要被撕裂了 他们担忧的是 全世界的贸易 会有分裂的风险 他觉得这对经济来讲 会是很大的伤害 那通膨会不会又更加严重呢 整个供应链 会不会又怎么样分崩离析 很恐怖啊 这样的担心是有没有道理呢 我们来问问嘉朗老师 首先他敢这样的客关税 已经拉到百分之百 对不对 那么表示美国已经撕破脸 对 百分百关税就是 就是摆明的 我就是不让你进来嘛 对 然后表示美中经济关系里面 某些环节已经撕破脸了 然后接下来什么意思 当然不排除更进一步 都已经撕破脸了 所以接下来预告 除了关税之外 重点什么 金融制裁 金融制裁 这个 他会不会就是中国最怕的 这个是开路嘛 这个是这边先动嘛 既然这边动的话 后面还有 说不定还有更严厉的那种 贸易限制措施出来 不排除嘛 这个都已经出手了 对不对 好现在我们看一下 中方的反应 是什么呢 是说美国国内政治考虑 或者之前讲美国大选效应 对 这样讲也没错 但是他问了 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因为现在这个是两党一致 共和党民主党都是同一个方向 对 两党一致以后结果什么 就变成在比谁才是真正强硬 对 然后比谁更加强硬 像他雄这样子 对 就像川普就说我就两百 对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这个事情 关系到就业机会 关系到汽车业 第一个关系到劳工阶级 第二个关系到摇摆州 所以你说没有政治考虑 当然有 但是他就是说重点是 美国有美国的这个触发点 那现在问题是怎样 就是说 美国一直要求中国的两件事 就是遵守规则 遵守协议 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那么现在中方 其实没有负责任 为什么 你说大国的发展跟崛起 难道一定要搞过剩产能 跟倾销吗 像中方说 美国是刻意要 打压遏制中国的崛起 中国的发展 可是谁说中国的发展 一定要靠对外倾销 搞倾销 对不对 你看战后 那个日本德国的崛起 也没搞这样搞 对不对 谁说你中国一定要 在国际上横冲直撞 这样才叫做崛起 这样才叫做发展 但中国现在经济不好 他是不是只有这样的一个方式 他应该回去面对 他经济的根本问题 提出有效的对策 而不是就便宜行事 横冲直撞 然后把过剩产能直接倒到国际上去 然后来打压 以开发国家的汽车业跟就业机会 不是他不能这样搞 他一样搞的话 他自己被反噬 那江老师 你觉得这一招打下去了之后 中国就没有办法把这些东西往外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效应 他肯定要把 就像钢铁业 他现在已经在开始砍掉过剩产能 对 就习近平当初讲那个东西没有错 攻击车改革里面 去产能 去库存 去杠杆 对 坦白讲没有错 对 因为他们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一开始也是学那个四小龙 搞出口导向 然后搞到最后 他因为用国家补贴 然后用银行提供那个贷款 然后用行政干预来修理外国对手 等等等等 然后帮本国企业站稳脚跟 这个叫做什么 很有名的一个东西叫做中国替代模式 进口替代模式 就是我原来比如说特斯拉在中国卖 对不对 现在中国的电动车也可以在中国卖 把特斯拉的市场替代掉 然后下一步什么 下一步他到国际上去 把特斯拉在国外的市场也替代掉 对 这个是典型的中国替代模式 我一开始先让你进来 然后我观摩 我学习 我复制 改良 然后最后我把你在中国的市场拿过来 最后我跑到国外去 把你在国外的市场也拿过来 所以这个电动车的案例是经济学上 它是产业政策里面 一个很典型的中国替代模式的示范 那这个会分两个方向来观察 一个是对中国来讲 如果它的东西 它的产能没有办法往外销的话 就像张老师讲 它必须要回过头来解决 它自身的经济问题 但是对于美国来讲 我这些便宜的东西 CP值高 性价比高的东西 我不能再买了 会造成他们的物价又开始往上吧 通膨又要来了吗 关于通膨是这样 没有从来没有 因为关税的提高 带来真正的通膨压力 而是什么 而是物价会涨 然后是一次性短期性反应 之后就停止了 因为除非关税一直增高 所以就一次反应 会让油价也是一样 油价涨完就涨完 然后一次性反应就完了 后面不会再一直持续有通膨 然后什么东西会让通膨 有持续性压力 工资 劳动 就是为什么一直在看就业市场报告 一直在看劳动市场 劳动市场那么多数据里面 归根结底最重要的一个 重中之重 就是每小时薪资成长率 那个薪资才会逐渐 一路推动通膨走高 尤其过了百分之四以后 所以你现在看 你有关税对不对 物价会涨 进口的物价部分会涨 对啊 那反应呢 一次反应完毕 我们当年在十一五月期那个年代 就是在讲金国那个年代 我们那个时候快速反应 然后呢 有没有通膨 有 物价有涨 涨完之后没有再持续涨 就是通膨了 通膨是指物价持续性上涨 叫通膨 你一次性反应 短期反应完毕以后 后面就没了 所以关税没有真正造成 美国的通膨 这一次一样 是 你看川普打关税战的时候 18年19年 疫情前 没有通膨 通膨什么时候来 通膨是拜登上任之后 民主党的那种大政府主张 一大堆的那个刺激经济方案 家庭补贴 一大堆的补贴出来 才让那个原物料行情 带动美国的那个通膨来的 是 所以呢 那个关税造成通膨 这个是假议题 所以像老师认为 我们接下来要观察的是 美国有没有进步的动作 这才是重点 美国肯定有 这一步都跨出去了 接下来后面就 就开了大门 就海阔天空了 就开了大门 就撕破脸了 这等于撕破脸 所以对中国来讲 他要去面对的是 真正要解决贸易失衡问题 贸易失衡问题的话 拜登也要面对 那你不能说 美国克关税 我中国就缓急 我也克关税 这不对 为什么 因为贸易逆差国克关税 阻止别人迈进来 缩小逆差 贸易逆差国应该降低关税 让别人容易卖进来 来削减逆差 结果中国反而说 你克我关税 我就克你关税 这不是 牙环牙 对 他把关税问题政治化 这不对 因为贸易失衡问题 是一个经济问题 一定要面对 一定要解决 那逆差国提高关税 逆差国降低关税 让更多东西能够卖进来 然后逆差国少买一点东西 让贸易能够 降低 把失衡情况降低 结果中国完全倒过来 你克我关税 我就克你关税 这搞反了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经济的模式 他没有认真去面对 因为他一直都没有采取 负责任的态度 你现在讲看 你在交通 换规 交通警察开你罚单 你能够说交通警察 公报私仇吗 就是你如果换规 美国是世界警察 要维持国际经济秩序 如果你换规的话 美国开罚单 因为中国就觉得那是你讲的秩序 不是我的秩序 为什么秩序由美国说了算 我也有我的秩序 对不对 现在是两国之间根本的理念不同 不是不是 这不是理念不同 这利益不同 因为美国是提供国际公共财 一套规则是大家遵守 大家都得到好处 就好像说考试不能作弊 这是规则 你作弊 你觉得你有好处 那怎么行 那如果大家都作弊 现在就只好说你保护主义 大家都保护主义 你补贴 大家都补贴 所以变成说大家不遵守规则 让大家来重新感觉到 应该遵守规则 大家比较好 所以你看现在这个问题 变成这个样子 对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是 现在中国面临到了 这个美国重权出手了 那怎么样 接下来如何因应 我们就来持续观察它 好不过提到中国经济 我们最近常在这个节目当中 跟大家讲 中国在输出通缩 因为它为了解决自身的一个问题 你看像这回也是 把一些大量的便宜的东西 就往外卖了 把这个国外的市场 多卖一些出去 解决它自身的经济难题 我们来看 义乌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这个象征了 样板了 义乌呢 就是一个这个中国的小商品的市场 有人说它叫做世界超市 这里卖的东西都是最便宜的 圣诞节的那些灯饰啊 还有很多人讲说 美国总统选举那些旗帜啊 全部都义乌卖的 好我们来看义乌 你说中国经济不好 中国经济下行 你看义乌 义乌的出口总值还在增加 年成长是16% 甚至呢 他们继续跟世界做生意 每天早上 老板娘还在学英文呢 然后他们还开玩笑的讲 她说他们要学一个叫做customer 叫顾客 顾客什么意思啊 叫卡死你们 你们来了之后 钱通卡在这里 我就赚你们赚大钱 我们来问真威姐 这个义乌 在中国经济下行一片 哀鸿遍野当中 人家逆势成长 没错 其实你知道至于有一句 这个顺口六在中国 它叫做义乌不大 创造神话 你就知道说 怎么样去创造神话 我们都想说 你创造神话 你是不是在讲说 它什么一带一路的起点啊 或者是 它这个短短的时间 能够这个创造2.2兆台币等等的 其实都义乌习 因为它观察的是义乌指标 好 那我们讲说义乌指标 我知道 那一定是 这个全世界的小商品 小商品指标 乌习 是什么呢 是美国总统大选预测他的指标 这个是什么道理 谁当的总统 你去义乌看就知道 这个人始作俑者叫做川普 2016年 我跟你讲 就在义乌 浙江的义乌这个小小 只有云林县 云林县这么大的一个地方 居然从那里成功预测川普当选 因为就在那一年 2016年 川普一下子挤进了上百万的 他的川普帽子 就在那边订 订的最后的结果 翻牌 果然是川普 可是这个义乌指标 也被他自己打败 为什么 2020年 同样一百万顶的帽子来了 结果那个订单在义乌失灵 因为那一年川普没有当选 所以你就知道说 原来川普才觉得 他被那个做掉了 搞不好 因为他说你去义乌看 我当选 今年一百万帽子又来了 对 拜登这个目前为止 据说只有两三样 所以我们要从今年印证 这个义乌指标 到底零是不零 它到底是个神话还是笑话 但是 反过头来我们来讲 那为什么他会去创造 这个所谓的义乌传奇神话呢 来 有几样重要指标 是真的 我们全世界都看到 比如说就像志余刚刚讲 它是个世界超市 全世界的小商品 全部都集中在那边 而且我跟你讲 它创造全世界最多的 平价的富翁 我跟你讲 很多人万丈高楼 就在那个地方平地起 71万人 不得了 那还有一个地方 他讲说 他其实在全一年之内 就像我们的世贸展 我们大概有个概念 他全中国的出口总值 你看光是他这个卖小商品 就有2.2兆的台币 这个输出 他在2023年 然后他也吸引超过 大概1.5万名的外商 还有常住在那里 将近1万间 全部都常住 因为要设计 或者是那个智慧 这个制裁权等等 所以你就知道 为什么这个义乌的老板娘 全部都去学英文 我跟你讲 这是第17年了 他不是今天才开始 不是不是 我跟你讲 他其实就为了干嘛 他为什么要卡死你们 为什么要去学这些英文 每一天 学了17年 因为他直接真的要跟对方杀价 来观众朋友 他不是一个小商品零售 不是 他其实是一个摊位 一个摊位 那些老板娘 他背后的老板 怎么都不来参加 因为老板 专门在做供应链 供货的 他是在面对这个 就是整个生产链 中国内部的生产 真正对外杀价 砍价 而且直接在智慧产权 你有没有踩到红线 是这些老板娘 老板娘 所以这些义乌的老板娘 为什么17年来 如一日 就是要把英文学好的目的 目标就在这里 好 那我们要讲 他的义乌传奇 创造这么多平民富翁 平价富翁的情况 他背景 他到底生意从哪里来 这个最重要 你如何 你是分极构还是怎么样 来 我跟你讲 他主要就是 印尼几乎每隔几年 就有了全球的运动赛事 管理是什么超级杯 欧洲杯全部最后的 这个周边商品 全部都叠加 而且他可以帮你量身定做 你今年法国巴黎奥运 他就是法国的席子 全部通通设计好 什么帽子 鞋子 T恤 毛巾 什么都在这里 速度非常的快 去年10月订单下去 12月已经出来 现在已经在供货 在路上 而且一半 一半领弱不够 我生产线还有 所以你就知道说 速度快 而且选择可以运输的 这个地方很多 他运输的工具很多 那还有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最有名的是 比如说他今年1到2月 我跟你讲 现在已经5300万人民币 我跟你讲 直接落入中国的口袋 因为他对法国 光是巴黎奥运 你看他的这个增长 就超过四成 大概有四成七 那出口额高达 5.4亿人民币 所以你想想看 这义乌 小小一个地方 是他的金基姆 那他一战成名的是 他当时2022年的 卡达的世界杯 他周边的商品 占了七成左右 可是至于 你知道目前为止 真的只有 这所谓的运动赛事吗 不止 我跟你讲 除了运动赛事 还有另外一个 所有的国家的大选 特别是美国大选 到底他的风向指标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 义乌指标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跟我们生活层面 很有关系 所有日本 一大堆的日本百元 我有去逛过了 一些日本超商 不是有一个 100元日币以内的 那叫做日本百元商店 我跟你讲 全球日本百元商店的故乡 又好 供货又多 量又不一样的 就在义乌 好 我们看到这个是 义乌现在 这个逆势 还是持续在成长 可能义乌做的 这些小商品 比较不踩到 这些大国 他们的利益 所以这个义乌传奇 还在持续写下去 好 那么另外 我们就要等一看一看 这个是 非常攸关大家 叫外卖了 以前在台湾 你知道最大的一个 外送的一个业者 是Fu Panda 那现在呢 他要被老二给吃掉了 我们来看Uber Eats 现在要病掉了 这个Fu Panda了 未来台湾 可能我们外送 只有一家了 这样不会有一些 垄断的疑虑吗 好 我们来看 美商的Uber 用307.9亿台币 并购了这个Fu Panda 好 2025年上半年 要完成了 这应该是今天 所有有在 叫外卖的人 最大的消息 为什么会老二 吃掉老大呢 Fu Panda 为什么要卖你老大 我们来问朱老师 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们必须先说一下 市场不会只有一家 一直都有很多家 只是其他家都太小了 还有别家 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这两家 总total的市占是75% 表示还有25% 是其他的很小的业者 在经营 只是因为这两家 太明显了 每天街上 马路上看到 都是他们这两家 尤其他们颜色识别 非常明显 一桃红一绿 都是很醒目的颜色 好 所以回过来 我们看到这整个过程 现在是刚致意提到的 原本市场第二大的Uber E 要买到最大的Fu Panda 那这个金额是9.5亿美金 合台币大概308亿左右 不要小看这个数字 这是台湾历来的外商并购案 国际并购案当中 大概是第二高的 其他过去都是在半导体产业 最有名的大概就是 当年的艾斯摩尔并 我们的汉维科 当时是一千亿台币 所以科技业高价那没话说 可是服务业 我们就举统一跟 这个加勒服的例子 那时候合并的 那个统一把加勒服的股权 整个吃下也不过才两百九十亿 这个居然三百多亿 对 表示这个饼真的很大 因为你对面看到右边 Fu Panda 人家一年可以做 一百八十几亿台币的生意 所以我拿三百零几亿 买下你 我不就几年就赚回来了 几年就赚回来了 OK的 对 是OK的 好 可是问题 当然没有这么简单 因为我们刚刚说的 两家合并之后 市占率是75% 对 公平会会不会同意 对啊 所以公平会还没有说 他同不同意 对 只是你们自己私下讲好而已 对 其实这件事情 三月份就传出来 当时大家都否认 当时人家就问到公平会 公平会主委 当时就出来说 我们还没有接到这个申请案 所以等接到了再说 现在真的接到了 所以公平会当然就开始说 我们有几大原则 我们一定会来看 所以这个我们就先不讨论 好 那所以回到了 刚刚说到了 如果纯粹从金额 当然Uber E要把FUFANDA吃下来 因为是这么好赚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 它还可以扩大它整个市场 因为如果以县市来说 FUFANDA它在台湾有21个县市 都可以叫得到 但是Uber E只有18个 是喔 是的 因为有些偏箱外道 叫不到Uber E 真的是叫不到 所以FUFANDA这一块是比较大的 然后以合作的店家来说 FUFANDA也是比较多 10万家 但是Uber E是7.5万家 所以我把你吃下来之后 我的市场会更大 对 那我当然一定要吃 更不要说大家最关心的就是 以后市场我拿四分之三 以后定家就我说了算 说了我算 这是大家最担心的事情 好 那我们先看到 直接这两家公司最直接的 就是股价的反应 对 你看喔 怎么跌啊 Uber E 通常国际并购案都是这样子 买人家的通常股价都会跌 被买的会涨 被买的就涨 你看到这多夸张 因为我要花钱你赚钱 对 大涨26%多 好 那但最后就是要看 这个公平会的问题 那可是呢 问题就是 好好在你Uber E 那其他人呢 所以你看到今天的媒体就说 可能会是三输 哪三输 合作的商家可能 对 最后要被charge的费用要变高了 再来 外送员的外送费用 可能又要被压降低了 再来消费者以后订 会不会你的服务费 又变贵了 好 那当然呢 现在公平会 当然就是订的这些事情来看 我们先来看这个问题 就店家来说呢 店家原本还有一大堆费用 大家可以看到右边这个表 其实除了基本的上架费 还有每月的月费 然后呢 还有所谓使用机器什么 反正拉不拉当 其实我们来比较这两张图 你就看得出来 为什么FuPanda会是第一大 因为对店家来讲 上架费3000 你看Uber Eats要5000 它比较便宜 是 然后交易的抽成 它抽的比较少 对不对 所以对店家来讲 我会比较愿意加入FuPanda 因为Uber会被抽很多 是 对 结果没想到现在是Uber 买掉了FuPanda 所以说呢 这次就店家来说 是这样子费用 那所以呢 以后合并之后 会不会呢 Uber就说 那以后就全部比照我的 甚至我有可能再加调高 对 那店家的部分 一定就会担心了 那外送员更是担心 因为这两家公司的外送员 那除了少数 两家都在跑的外送员之外 总total算起来 大概有15万人 对 那这问题就很大 其实外送员早年 大家可能有看过一些传奇 就是外送员很努力 跑一个月可以赚10万 对 我们来看这个平均的 外送员都一样 一天跑12个小时 你去跑FuPanda 你一个月可以赚到7万8 你如果跑UberE 你一个月才6万2 所以就是FuPanda 给比较多钱 注意哦 这个是跑到要10 跑到要10 12个小时 但是一样的一个标准在比 对 那正常情况 你要休息 你不可以不休息 但那个是找 是假设你全年无休的跑法 但是FuPanda 真的给比较多钱 是 好 那所以现在就这个问题 你如果这样合并之后 这些外送员就会担心 对 你会不会再扛我的价 因为以前一个单 从早期 大概一个单可以60到70块钱 现在剩40 对 未来有可能更低 你看中国大陆就是雪淋漓的教训 中国大陆已经可以拼到一个单 10块台币不到 好难赚 你怎么办 对 所以我想公平为这次 真的要好好把关 好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是优惯大家叫外卖 我们来看看 接下来会如何发展 好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下段回来 我们带您来看鸿海 鸿海这个200块再忘了 越来越多家的外资 把它的目标价往上调 超越200了 好了 这个鸿海到底接下来 法说说了什么 要怎么观察 休息一下 帮我们回来 好我们赶快一起来期待200块的鸿海 我们来看AI力大爆发了 鸿海不断不断地在放力多 法说会三绿三生 听起来真的是太厉害了 然后你又直接看 法说结束之后 来外资报告你就可以观察 外资到底对于这样的一个报告 是按赞还是 不怎么看好 我们来看 法说之后 大摩直接把鸿海的股价 目标价调到210元 那就是正面看待了 那鸿海到底接下来 200什么时候会看得到呢 施东哥 对 没错 事实上昨天 这个鸿海举行法说 这个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你就发现刘安卫董事长没有出席 所以显现这个市场已经认为说 他们可能看法会没有 应该不是好成绩 就果然他们交出了成绩 事实上应该是说 不如法人原先的预估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 第一个 他的美股存益是1.59元 然后叫去年同期三绿三生 这样不好吗 这样很好啊 对 所谓三绿是毛利率 盈益率跟净益率 但是事实上在之前的法人预估是 大概约莫是2块5毛起跳 那为什么2块5毛起跳呢 因为主要原因是去年 有提列下补的亏损 100多亿 那今年应该会减少 就没想到原本这个市场 法人的预估是说呢 他业外可以赚60亿 就没想到后来是赔40亿 所以就说他还是提列了 这个下补的业外 导致他的获利不如预期 那事实上他 但是他三绿三生 这是好消息 所以其实是一个好消息 跟一个坏消息 这样一个状况 然后呢 他到对未来的看法里面来讲话 他特别强调 因为这个AI的这个伺服器 产量非常的大 他甚至还说到这个成长率 有200%左右 然后这一季呢 因为所谓的这个AI伺服器 还是持续看好的这个状况 所以他说季对季 或是年对年 都是会显著成长 双成长一个目标 然后他从原本今年的这个展望 是偏向这个乐观 他又把它往上调 调得更好的一个状况 所以也就是说事实上是 他认为说未来的业绩是好的 那你知道事实上我们就讲 他第一季业绩的最大亮点 就是整体的这个伺服器成长200% 然后大家最关心的就是 那你AI的比重呢 他说AI伺服器 AI伺服器占整个伺服器的营收比重 大概是40% 然后足迹成长 然后明年会更加显著 他这样比例有越来越往上 对他还提到一点 他就说因为在未来的GB200的 这个伺服器里面来说 可能就是说他需要你上下游整合的能力要更强 因为这个所谓的挥打 他希望出货的不是只有出晶片 他希望说能够出到最终端的伺服器 一起出给你 所以这个对鸿海来说是好事 因为他可以从头做到尾的一个状况 他认为说未来的获利或毛利 有可能会因此增加 不过他提到说如果苹果的出货增加的话 搞不好毛利会下降 这是他的讲法 但是你看因为他这样讲之后 其实今天早上的这个鸿海的股价 一开始是开低的 但他慢慢爬上来干红 没错 他就是因为 因为我就讲 因为他获利其实不如预期 对 虽然就很多法人 很多这个主力 就开始开低去砍 那开低砍的时候 最多还跌到六块多 然后后来就慢慢慢慢 一度盘中还翻红了这个状况 所以事实上现在对鸿海来讲 我认为最坏的时间应该是过了 然后接待还是慢慢会往上好的一个情形 好那我们就讲 事实上重点还是在AI 因为AI目前为止来说 大家都在看这个GP200这个部分 那GP200这个部分呢 目前的出货时间点来说的话 这个有些人说可能明年才会出货 那鸿海跟这个广达的说法是说 今年年底就会出货 好那我们就讲 如果假设他今年真的出 明年真的出货 90万颗左右的这个伺服器来说 你看鸿海啦广达 这个是伺服器两个 目前为止接到接到单的 那台积电当然帮他代工 这个晶片的这个部分 那我也创是这个GPU的模组的这个部分 晶圆电是封装 台大电是电源 那信华跟信华也是这个IC 那川普是这个相关的机壳 当然他们都会受贿 所以我觉得其实重点还是在于说 伺服器未来的发展的这个状况 另外其实不是只有伺服器 因为他昨天也讲到说 我们的电动车会出货的越来越好 因为2024年这个今年4月电动车来说 他已经当我们国内的冠军了 对不对 他是说2024年的上半年会出货 N7会出货到一半 这个约莫一万台以上 那这个model B是预计明年上半年量产 然后这个model T 他说目前的产能是严重不足 所以他的这个桥头厂会开始在秩序扩充 那明年会 明年会继续增加他的产能 都是好消息 然后2025年来说的话会美国 美国会有这个合作伙伴 这个model C的这个产品 然后日本目前为止有委托 我们委托鸿海这个所谓的 设计服务的这个客户 所以看起来你看 他电动车好像也慢慢要步入这个旺季 但是我就讲 其实拖累他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夏浦 那昨天的时候 刘永远董事长为什么没有在这个 法座位 因为他在夏浦 是啊 解决这个大麻白 他在夏浦跟这个夏浦借工厂 还有这些相关的人员在见面 那么事实上以夏浦来讲的话 你看他原本在2021年的之前是赚钱的 但是这几年已经转变为亏损 那亏损的原因就是因为 第一个夏浦本身呢 他目前为止那些电视产品 还有周边产品 其实并没有太多获利的状况 那因为他还有太阳冷等等 但是呢 他的重点是在于说 他有很多的LCD 特别是借工厂这个部分 这部分变成是拖累他一个 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昨天呢 这个所谓的李永远董事长 到那边就说 9月起的时候呢 这个借工厂的这个相关 时代线的这个面板呢 会把它停产 就是未来可能在日本 就没有所谓的大面板的厂商 这就忍痛断尾了 然后这个厂商呢 这个厂呢 会想办法转型成 所谓的数据中心 AI的这个部分 然后他就说呢 未来无论这个夏浦的 这个方向怎么走 鸿海都会跟夏浦站在一起 所以等于是说 他昨天是去夏浦拆这个蛋 因为之前这个夏浦要 这个鸿海病夏浦的时候 你信誓旦旦也说了很多承诺 那这个部分 你未来要怎么去做 那他对他们说得非常清楚 所以你看 其实过去一段时间 拖累最惨的就是夏浦 夏浦这个部分来说 我觉得可能在明年 因为他 为什么他第一季会认裂 因为夏浦他日本 日本的这个励志 日本的励志 他们是四月开始 所以他就必须在一月 就把去年的所有东西都提列 第一季就把去年的东西 都提列完毕 那明年来说 因为去年提列一百多亿 那今年应该是提落 提列如果 因为他还没有最新的财报 财报出来的话 一般法人预估说 应该也是提列了 七八十亿以上的这个状况 那明年可能这个数字 就会很少 就会降下来 所以明年的第一季 应该会不错 那接下来的话 因为我们知道 事实上他说 接下来每一季都会往上升 所以我觉得鸿海最差的时间 就在这个时间为止 接下来应该会慢慢往上 反正麻烦解决了之后 就会越来越好了 对 但是因为他股价 短时间之内 的确是有一点点受到 架构受到破坏 所以可能短时间震荡震荡之后 我觉得如果你对鸿海 有兴趣的话 可以趁震荡有低点的时候 可以卓量进入了一个状况 对 所以这个大家都在期待 两百元的那一天 我们两百元 我们就在节目上 棒鞭炮好了 好了 继续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 我们介绍小车 每次大家都很喜欢 这个玩具车放大好可爱 这个就是接下来 我们应该会在2025年 应该会看到它量产 Toyota的SFR很可爱 还有哪一些即将会 跟大家见面的梦幻小车 我们请朱老师来介绍 首先我们先看到 Toyota这台车 真的是很让人期待 因为它2015年 在东京车展就露脸过了 结果没有后续消息 他想说机管 你坐的不卖 你是在干嘛呢 真的是 好酒顶暗地 它现在真的要推了 好 那它特别在哪里 它是双座的跑车 人家就说这个很像 他们坐的玩具车 因为很可爱 对 双座车 我们俗称就是爬车 很拉风的车子 因为就只有两个座位而已 而且它其实就是冲着谁来的 冲着它的竞争对手 马自达MX5 基本上也是双座的跑车 好 这台车呢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它马力非常非常的大 因为它装的引擎 你不要想到它1.3升 它其实是用之前 Toyota一台很有名的 Yaris 它有一个系列叫暴力压 就是Yaris的GR系列 它是用那一颗引擎下去改的 那颗引擎是1.5公升 这一卡改成1.3 所以它还是走暴力路线 对 所以它的马力有150匹 你不要1.3公升跟150匹马力 不得了 好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 你大家如果去看那影片里面 它的车尾 其实蛮像 保时捷的911的车尾 就是帅的那一种 对 那保时捷的911的车尾 是尾翼比较大 它尾翼比较小一点 因为它也稍微一架 所以这台车呢 现在价格还没有出来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讲 刚刚说的这个Yaris 这个暴力压是196万 它可能会比那个便宜一点点 便宜一点 对 所以大家期待 来 再看它右边这台车 你也不要小看它 它虽然是越南的 它可以说是越南之光的 Vinfest 它的创办人是越南的首富 和日望 对 当初它创这个车场的时候 人家是跟保时结合 抱歉 跟BMW合作 而且它当初号称是 它的底盘跟动力系统 都是用BMW的 这跟韩国的双龙很像 韩国双龙就号称是 韩国的宾室 因为它用的就是宾室的东西 所以一样的复制到越南来 好 那当然现在没有了 因为如果还要再用 就不会现在这个价格30万 30万 这台车呢 很多台币 很可爱 对 何台币30万 你看到这台车基本上 整个外形真的很漂亮 而且人家去航力 可以到200公里以上 它为什么不在台湾卖 我觉得卖很好 台湾人可能不会喜欢越南车 真的吗 可是它好可爱 而且要注意 人家它是先供美国市场 成功以后 再回到越南市场 红起来了 所以人家确实有它的实力 所以一台30万台币的车 真的没什么好闲的了 好 那所以我们再看到 真的讲到小车 真的 中国的天下 中国真的是最厉害的 齐瑞的 他们的市场当然竞争也大 所以你看到 齐瑞它又出了这个新的系列 它其实这个Q系列早就有 但是要再次一口气出了 QQ冰淇淋青春版 跟这个小蚂蚁青春版 两个系列 这一台新台币13万 好 这个小蚂蚁 我们就不说 我们就说这个QQ冰淇淋 你看它的车子 入门价人民币3万有找 真的 2万9900的人民币 和台湾大概13万多 很便宜 但是你真的不要小看 人家车子这么便宜 但是它都可以用手机操控 这就很厉害了 包含它有触控面板 然后再来就是 不会停车对不对 对 这是很多人的 开自动停车 对 人家可以用手机去操控 所以一台这种价格的车子 你还要嫌什么东西 就嫌它没有安全气囊而已 没关系 这种车子你也不应该开太快了 对 我开那么慢 没有问题 可是事实上 它时速可以到100公里 真的 你这种车子开到100公里 我是强烈建议不要 所以这种车 安全性还是比较重要 因为毕竟这么便宜 看起来好像设备又不错 想也知道 一定有些东西 做得比较没有那么好 所以安全要考虑 好 再来就是 它既然叫做冰淇淋 所以它一系列的颜色 都跟 或者车系的名字 都跟冰淇淋有关系 很有shadow 最后我们看到这台车 我们都不介绍之前 第一眼你看到说 这不就 不就福斯金贵车吗 这种小金贵车 对 这台车子 就外观上就引起很大的争议 讲的好听是像 叫福斯的金贵车致敬 事实上根本就是抄袭 因为福斯金贵车 福斯已经要提高了 真的啊 对 已经要提高了 因为太像了 一模一样 因为你几乎百分之百像了 我特别有去找了 真正的金贵车来比 差别在哪里 这台车它是所谓的三箱设计 就是玻璃 玻璃来看就分三块 但是真正的金贵车只有是两箱 唯一差别就在这里 可是李鸿鸿一看你根本就看不出来 对 好 所以就外观上连中国自己都在说了 你真的太over了 太像了 你几乎就是百分之百照超了 因为不是只有你看到车 连车灯什么 通通全部都是照超 真的是太over了 好 那如果我们撇开外观的不说 纯粹就这台车来说 其实人家也是还是蛮不错的 因为你看到 才不到一百万台币的电动车 续航力可以四百公里以上 人家还是有它厉害的地方 好 那再来就是 它其实也分两个车系 你看到这个是个芭蕾猫系列 它另外还有一个庞克猫系列 对 那其实是走不同的路线 其实车子大同小异 那庞克猫就是走复古 那芭蕾猫的带就是比较现代一点 只是它有一个这个国风系列 在里面画了很多的猫熊 还有竹子 竹子 我自己在想 大家看到这个荧幕里面的 我想会有谁喜欢这样子的内装 喜欢猫熊的一个很喜欢 所以这个就提供大家参考 对 好 我们今天介绍很多可爱的小车 让大家再来开开眼界了 那当然主要是看到这个Toyota 他们即将2025年要量产这一辆 大家非常期待的玩具车 哇 双门 很厉害 好 我们来期待一下 好 我们休息一下 下周回来 我们要带你来看到 我们台湾的股后世新KY 迎来了一个大客户变股东 贝佐斯投资了世新 他到底看中了哪一点呢 我们休息一下 稍微马上回来 好 我们要带你来看到了 这个是我们台湾上市贵公司 世新 我们的股后 股后迎来一个超级厉害的股东了 他就是曾经的世界首富贝佐斯 Amazon其实是世新很大的客户 最大的客户 现在大客户变股东 我们要怎么观察他 我们有请我们的资深分析师 蔡明翰 明翰来带我们看看 这个客户爱你爱到变成股东 这应该非常特别 对 这个真的 而且非常正向的讯息 真的 表示说本来私交不错 但是没有上台面 大家还不敢确认 对 当你拿了钱投下去 这就不是开玩笑 我们来看他花多少钱买世新 你看他这个世新 他花了这个是 认购了22万4537股 然后总共是5亿元 这样的一个比例大吗 对Amazon或对老板 或者是对世新比例只有不到0.3 老实讲是非常低的 非常低 对 非常低的 但是意义重大 对 意义重大 我刚才讲真的是意义重大 因为这个东西来讲 也不是说老板说了算 这是整家公司的决策 愿意投资 当然说重点是金额虽然不是很大 但是可以确认说 他们的关系紧密度 未来要拿单什么的部分来讲 都不会有太大的 义民 汉哥也先告诉我们 到底世新跟Amazon之间 他们的关系是什么 刚刚讲 他是他最大的客户 最大的客户 对 营收来讲超过一半 这个老实讲 其实这个是一个多 也是一个空 当然说就上市会公司来讲 如果营收太过集中 其实是一个风险 所以他这非常集中 对 对 太过集中 如果过往说 如果哪一天他突然翻脸不认人 突然把单转给别人 这家公司会受到太大的冲击 但现在不担心 对 重点原本大家就担心 这个问题 没想到他既然都投资了 表示其实他们的关系紧密度 是值得 他就不可能转单了 现在这是我们自家公司了 是 是 是 而且这一次来讲是第二次失目 去年曾经也是失目 那时候是伪创 那个时候的比例就比 现在要来得高 那只要告诉大家一个架构 就是说公司第一 持续失目代表公司需要钱 那钱是什么 就代表他还在持续的扩大的产能 这是一件事 第二就是伪创 Amazon都是很大的公司 所以代表说这种大公司 认同他的趋势都没有太大的疑虑 那他其中呢 重点就是在营运展望 其实他在五月初 当时才刚开过法说 那简单告诉大家重点 他就是说第二季第三季 都还在持续往上 第四季呢 因为Amazon的他的这个产品线 正在转换 所以可能会稍微比较偏弱 会等于是二三往上 第四季是平的 但整个架构来讲 应该是逐迹往上 这概念没有太大的疑虑 但是他把说会玩股价是崩跌的 对 其实我们要讲一下 就是说我们给大家看 他的这个周线 就是说从这里开始 重点就在讲这个AI的浪潮 你可以看到当时的股价 超过倍数以上的增长 那当然提到这个所谓的 他们的IP设计的一个部分 是算是AI族群里面 吃的最纯的一档歌 对 那当然他就会有这么大的涨势 那个是他最纯 所以他标的最厉害 对 标的最厉害 应该说IP设计就已经算是 这个AI里面最纯的一个产业 其中要有概念 世新又是在这个产业 纯度最高的 对 龙头 所以他的技术程式等于是说产业就对 个股又对 所以他的涨势自然就相对强劲 当然有个概念 今年第一季见到高点之后 崩跌了四成多 对 很可怕 快接近腰斩 但是回头看 他的业绩面几乎都没有太大的疑虑 都还在持续走高 那重点在哪里 就是大家在担心第四季 我们刚刚提到下半年之后 到明年他的整个产品 会有一个转换期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大家甚至担心 不只Amazon 其他这种所谓的云端伺服企业者 未来是不是会转向比较公规的这些晶片 就是未来可能这种 它很客制化 对 客制化的这个比例就降低 但是后来其实很多人出来都打脸说 未来我们客制化比例反会拉高 其实大家说法都是这样子 另外一个担心对手会做抢单的动作 所以简一科来讲 这些都是担心未来 但是其实都没有发生 所以这些忧虑就是它崩跌主要的原因 对 就是这些崩跌主要的原因 那现在Amazon一进来 这一切都不用考虑吗 我觉得理论上 这个所谓的危险 我们刚刚提到这三个问题 第一个部分来讲 其实我觉得影响度 就会明显降很低 第二个也会降低 第三个这个对手是不是能抢单 就未来可能还要再持续观察 但最起码三个利空 有两个会明显的降低 长线的部分我们就要告诉大家 其实是没有疑虑的 这个所谓的可以看到这五条的 就是它的这个营收走势 这个黄色是去年 这是今年 你可以看到它今年明显 还是比去年同期要来的优势很多 而且它过往确实是一路走高到年底 其实没有太大的疑虑 另外可以看到 这是四星的这个营收比重 灰色的部分来讲就是高速运算 它确实这个比例不断在扩大当中 那这个蓝色是北美的业绩 就是Amazon 也在持续扩大 足迹扩大 而且你看刚看到营收亮眼就算 你看到这个法人预估的EPS的走势 是 它之前二十几块 去年四十几块 预估今年七十几块 所以目前来讲 业绩面完全看不到外相 所以我个人觉得其实 从它的股价 因此而担心那些没有发生事情 腰斩 斩了接近四成 我个人觉得是真的有点点反应过度 所以它的大客户Amazon 是不是觉得好像有机会可以来这个 飞一飞跟参与一下 可是我个人觉得 它们并不是 对它股价并没有特别的看法 如果今天它真的想赚钱 应该讲它公司那么大 它来这边炒股其实 就杯水车薪 没有意义 杯水车薪 而且它买的比例很低 对 所以我可以很确认 它买的这个意义 纯粹就是我们之间的关系够好 所以而且我觉得你的成长动能长线OK的 而且我今天再讲白一点 Amazon今天投资这个钱不是想来赚钱 完全就是因为关系 我希望未来 我们下的单可以很保障 对 我下了单 我不用担心大家可能下不到单的问题 我觉得才 我们只是要告诉大家股价之前一直下跌 一直到这个讯息要出来前一天才刚刚转墙 那我当然提到这个有点过度忧虑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还是要尊重趋势 我觉得长线是往上没有错 但是我刚刚提到长线应该要分批逢低 所以不会因为贝佐斯一来就喷出去 如果刚刚喷出因为这样的讯息 我觉得不要太过激动 我觉得这应该 重点还是要回归这个长线的趋势 可是我觉得理论上这里是谷底 应该是没有太大的疑惑的 所以才会跟大家讲长线分批的逢低布局 但是不要急着在这个利多大展主去追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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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